象征平反六四的民主女神像 今天三晚上在香港城市大学树立 吸引了不少学生围观 当天晚上并且举行了六四烛光晚会 追到六四死难者传递民主讯息 由支联会捐助的民主女神像 将首次树立在香港城市大学 这座树像是由六位青年艺术家花了四晚所创造的 其中一个较小的将树立在香港的六四纪念馆 支联会主席李卓仁等 连同城市大学学生会成员 一起在民主女神像前默哀合献花 团体代表轮流发言 要求中共当局还原历史真相 呼吁平反六四 学生代表说民主女神像能够树立在城大 意义重大 民主的神像自然在Times Square那边 即时代歌唱那边树立 树立不到 现在这一样东西是由我们学生去捍卫 告诉政府听 告诉中共听 我们大学生是不会放弃这一样东西 23年前 虽然他们还没有出声 但六四真相不会忘记 另外支联会预计 今年六四人数将突破去年的15万人 而且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参与 我们六四纪念馆都差不多五分之一是内地人 那变成如果他们可以来我们六四纪念馆 我相信他们更加会来我们六四祝国晚会 当晚还举行了六四烛光悼念集会 播放揭示中国人权的纪录片 并由六四亲历者谢志峰和蔡树芳 和学生们分享当年的经历 信任不少大陆留学生旁听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导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导